澳洲人口最多也是重要城市悉尼所在地的新南威尔士州感染人数暴增 继周六新增1533宗本土病例创下新高后 今天又出现1485宗确诊以及3宗死亡病例 该州卫生厅警告疫情最差的时刻还没来到 而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格拉迪斯也提醒 预计未来几个星期新南威尔士州的疫情将会达到高峰 不过他也说如果达到70%到80%人口群体免疫 将能大大改善新南威尔士州的疫情状况 目前该州已经有40%成年人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 格拉迪斯就形容这是个不可思议的里程碑 而他有信心新南威尔士州能完成八成人口接种目标 6月中在新南威尔士州出现的最新一波疫情 已经是由具高度传染力的Delta变种病毒引起 格拉迪斯早前鼓励人们接种 并承诺将对打完两剂疫苗的人放宽防疫限制 而澳洲联邦 州和领地政府也已经达成共识 一旦80%人口接种疫苗 就会重新开放边境并结束大规模封锁